現在消防車來了 能跑還是不能跑 怕跑出去又要叫我們罰錢了 但是不跑 我們會不會死在這火災當中呢 看起來火很大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陽台 我只有從窗戶往下照 在這個角度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看起來不是很大 來了一二三四五六台消防車了 開始要噴水了 應該是可以控制吧 可能這是我第一次活到這麼大 第一次看到火災 甚至是在火災現場的上方 不知道要跑還是不要跑 我只有默默地先這樣子路看看 如果要跑 老闆應該會打 會敲我們的門吧 不會他自己先跑了吧 越來越多的消防車來了 越來越多的消防車來了 我這邊看不到起火點 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應該是在我的正樓下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間禮館 現在他們在那裡一直噴 角度不好 只能拍到這裡而已 只能拍到這裡而已 黑煙一直上來 想要裝作很正進 但是沒有辦法 想要跑出去 但是又不敢跑出去 我怎麼是心理的因素嗎 怎麼感覺牆壁有一點點熱熱的 因為我是靠著窗戶在錄影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吧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吧 他們也看到我在這邊拍照 如果很大應該會有輪梯車來吧 十九樓而已 不算很高 聽說現在的輪梯車 可以到十五樓了 先這樣子囉 因為已經快要到了 時間了 聽說現在的輪梯車 可以到十五樓了 我都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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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 我都不想看 我都不想看 你可以到達 先見嗎